歌手杨宗伟发行新专辑后 今天在台举办唯一一场前唱会 粉丝几乎几把会唱 竟然积极把工作重心放在内地的杨宗伟 也特别感谢粉丝支持 还顺到打破之前与唱片公司不合的传闻 未知的过程放在结果会让痛苦晒光 其实这次我特别要感谢就是环球唱片公司 因为我觉得这次环球唱片在我的专辑 不管是出版还是在改版的部分 他们都有下了很多的功夫 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两个版本 其实内容物其实差距蛮大的 所以其实这次非常开心 然后也非常非常谢谢我的歌子 杨宗伟人红是非多 虽然有不少负面新闻缠身 仍然不影响他的高人气 而在12号台北场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上 肖敬腾选唱《再见我的爱人》 这首歌恰巧在6年前的选秀节目上 杨宗伟也诠释过 两个人被媒体誉为宿敌 学唱的比较好也难逃被比较的命运 杨宗伟低调不愿回应敏感话题 但两个人在歌坛都已经有一定的地位 歌唱实力也早就无庸置疑 实在是无需多做比较 色舞视频额额额台北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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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